高市民,山川風水講堂的時間迎光幕 見到我們的楊俊宇師傅 好,大家好 師傅,今集我們講講一些基本事件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李貴維就是我安的這個島 最貼地的風水師傅 其實都已經找到很多資料 即是你實地去考察一些不同的風水 我們想看西藏的風水,去西藏 我們想看美國的風水,去美國 東山就好 所以呢,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請教你 但是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在2019年,2020年 我們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有其他更急切的話題 我們很多時候就請教你的預測 所以這一集我把握到這個機會了 我就很想請教你 風水,我們有知羊宅和陰宅 是吧? 羊宅就了解了,知道我們是甚麼人 陰宅也知道我們是甚麼人 其實羊宅的風水和陰宅的風水 有甚麼分別嗎? 是否真的可以想發達在墳宅 放一隻明憂宅 可以搞定嗎? 是 其實 我們做風水主要是陰陽而宅 羊宅當然 所謂羊人 不是羊人 是鬼佬 即是我們羊間的人居住 包括你家 寫字樓 工廠、工廠、學校 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 有人停留的地方 我們都會計算的 這個就是羊宅 陰宅 固然過了身 所謂陰人所居住的地方 剛才你說到陰陽而宅有甚麼大的分別呢? 主要是 其實我們說風水學是一個環境 影響你的一些學問 例如說羊宅 羊宅就是你所居住的單位 或者裏面所居住的人 受這個羊宅的環境 甚至說是甚麼氣場 風水能量 其實這個也有不同的解釋 受它影響的那些 那就有關係 當然 你不住在這間屋的那些人 當然是沒有關係 這就是 你在當中的環境 受影響的人 例如說 就算有些人 買了一層樓 是業主來的 但是 他沒有在這裏居住 他租給別人 那究竟我的單位 其實那個單位 名字是屬於業主 但是住的就是租客 那究竟那個單位的風水 是影響租客 因為影響那個業主 有時候甚至這些問題 都會有問題 有些未必教得清楚 其實就是環境學 當然這個單位 是你的名字 就是業主 但是問題 你可能就是在簽約 看樓的時候去不去 是 那是未去過 差不多很少去的 那多數是誰呢 就是租客 租客 包括他 如果他兩夫妻 還有子女 就是這些 那如果那個租客 他的父母不在這裏居住 那他的父母不關他的事 是 這個就是洋宅的問題 嗯 那如果是陰宅 那就 陰宅要看回 那個先人是哪位 嗯 如果先人是一個太公 那就是他下面很多子孫 是 那可能有 伯父 一些叔 你自己的父母 那一路去到你一輩子 然後你下面有一子女 那如果這些全部 都是有那種的 血緣關係 和這個 所謂先人血緣關係 都會受這個陰宅的影響 嗯 那就是說 你陽宅的影響 和陰宅的影響 的範圍 這裏是否不同 嗯 OK 這裏是一個問題 了解 那我想請教一下師傅 陰宅的風水處理過程 和有些甚麼特別要注意 和你說的影響可以這麼深遠 其實是 我們看陰宅 其實 如果在香港 我們很注重那些叫做龍脈 嗯 好像我們在那個風水班 都會有講山龍篇 嗯 山龍篇就會介紹 如何去看風水龍脈 當然現在很多人 未必說真的在那個山 沉龍點穴去找香港的環境 你知道吧 很多時候都是在宮墳 當然宮墳 也會有宮墳的一個技巧 嗯 嗯 我們當學了這些龍法 都可以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 嗯 剛才我都講過 因為本身那個陰宅 那個 叫做 覆蓋範圍廣 嗯 就是等於這個 先人 那個血緣關係 是很多人的話 差不多 你撞下去 即是先人撞下去之後 他所影響的 人的範圍 就很廣 嗯 還有你知道陰宅 你不像好像陽宅那些人 那樣 走來走去的 嗯 你陰宅 那些骨直就擺定一個位置 你的碑也是收 同一個方位 收緊一個方位的位置 嗯 所以呢 你要看清楚 你那個陰宅的位置 四圍的環境 很重要 嗯 加上他本身 向那個 即是悲向那個環境 啊 也都很重要 那就是會不會 有沙 有硬色 即是有些 這樣的不好的亂頭 硬到他 或者你本身呢 因為我們講元空 我們講時運 對不對時機去做 嗯 那些 理器的問題 會不會有 因為本身他長年累月 他固定一個位置 我們所謂叫陽宅 收一片 陰宅就收一線 他那個位置 就很專明 是 等於他好和不好 那個分別就很大 嗯 差不多24小時 不動 看著一個位置 那一路長年累月 他積住這些陰宅的氣 嗯 那也是 影響的範圍是這麼多的話 所以呢 我們做陰宅 是很重視 也要很閃心去做 嗯 那要看 你要看什麼呢 我剛才講的 龍與沙水 一般我們學陰宅 那你要看那些山 看那些水 兩邊有沒有戶 藏風聚氣 如果我們講 如果你說最早的 我們學 所謂這些山龍的藏經 藏經 其實在講 最初我們因為孝道來做的 嗯 所謂要陰宅 那慢慢呢 做了一個好的山 你又會出一些好的後人 那慢慢演變 就多了一些風水學出來 是 那大致是 我們需要看一個環境 和一個好的時間 嗯 這樣 這樣